今天来玩一局地铁逃生 你们应该也看出来是谁的号了 嗯 没办法 咱们有体验服资格 而且官方只给了两万个体验服名额 听说只要上线就送一百万 让我抽抽在哪 邮箱里面应该有 哇塞 我发达了 还真的是一百万 官方也太豪气了 拿到钱咱们去消费一波 三图应该不能打 还没到八级 这就相当于一个信号 你们千万别向我的操作 这个手机已经是那种横卡的状态 我自己也懒得调理敏度 哎 先来一把玩好的没空 只能买这个 配件就不买了 一会儿买个瞄准镜和弹夹就行 反正我也压不住 父母亲还是装一把榴弹枪 秒天秒地秒神仙 然后再买一套三级甲吧 四级甲我都没资格买 太难受了 哎 加了一些子弹和药品 咱们就行了 如果换装是你们 你们打算怎么分配这一百万 反正我感觉 我买的都是这个等级里面最好的啦 买完之后还剩下五十万 花都花不完 这年轻人 卧槽 哎呦 这队友有点东西 这个马上六几套 这个 而这个钢铁六甲 你们俩玩的挺久啊 居然都有这些东西 这样一对比 我和三号格格不入 哼 选一个人跟着他发家支付 跟钢铁甲吧 哇塞 他这个速度是不是抬了一速 每天付腿油短的我根本追不上 跟了一段时间后 另一个叫集合 那我找他去吧 你好尽为之 前面有个人在跑 两个两个 有点想打 又不想打 要天上去了 不行不行 是我因为榴弹 差点被打死 六几套被连打逮捕了 我要哼死你们 就在我一段狂轰乱炸之下 一号冲到近点 等我过去的时候 两个人也将倒地 强好果然不一样 五人这段粗活 就交给我啦 而且很奇怪的事情是 我并没有击杀 但是这两个人居然有狗牌 咋回事 现在不管是不是你杀的 都有狗牌了吗 想好比我还穷 一个一级的绿帽子 走了走了 去打个游戏 我知道这群的人多不多 我子弹马上就没了 没事 我还有留弹 这个红裤子会掉什么来着 两个的优优长 你来找我 哎呦我去 这是啥 一把喷子 一个三级包 二图的东西太差了 去开我的地点摩世 第一个箱子 哎呦我去 一个紫色的物品 不错不错 这局简简单单 赚它个三十万吧 下去地铁看看 这下面也没人来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这一局 救我们两个人吧 岩斧可是排队才进来的 不可能那么少人 话不多说 先开点箱子 赚点子弹前 哎呦我的天 这个箱子可真让人心凉 这个不错 有一个紫色物品 这个一号都在这里面干啥呀 在埋伏呀 怕啥 二图又不掉装备 只管大家能往前走就行了 我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开箱机器 再次行 开的也差不多了 连岸区咱们就不去 五三级甲不将囊 咬两口我就得原地睡觉 你们说这个bug修复没有 就是可以翻进去直通地上 卡一送我都没修复 这个应该也不会吧 果然官方还真难 一些明明很简单的bug都懒得凶 如果还是这样上线正式服 我估计退游的人又一大堆 甚至是商店的箱子都没人开 我忘了 二同没有商店 去到boss吧 人也太少了一点 少了点激情 一号枪响打得也快 我俩还没跑到他就挡完了 看看掉了些啥 紫光 被挡完了 只留下一个三级头和三级帮 咱们捡点一号不要的垃圾 这个红门还能卡进去不 不行了 是把这个柜子给开了 我记得是需要利用这个柜子来卡的 既然这样 咱们就撤退吧 等等 下个boss五秒刷新 水烧水烧水烧 好吧 打扰了 那么远 我腿都得跑断 刘大能把队友的进度打断 总的来说不是很好玩 可能是阿图的原因 我非常期待七级甲和新地图 就是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登陆正式服 赚了12万 差不多就是一个子弹钱 这样下去我是二手才能买六级甲 所以说还是得打三图才行 好了 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